江苏决定成立调查组 调查徐州八海母亲事件之后 有无数媒体转发了这一决定 但是还是很少有媒体 尤其是电视媒体专题报道此事件 网友注意到 深圳卫视节目中完整梳理了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深圳卫视的报道 你叫做小孩 喜欢小孩呗 不是喜欢小孩 三十没结婚 人家都看不起人 然后你想要孩子 要了几个了现在 要了八个了 几个男孩 几个男孩 一个闺女 这名男子叫董志明 他的大儿子已经23岁 开设了抖音账号 打造八个孩子的爸爸这样的人设 成功引起网友关注 不少视频博主前往拍摄 董志明和他八个孩子的生活 在他们的镜头里 董志明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这种人设吸引了很多网友的捐助 而后来一位拍客问孩子们的妈妈在哪里 这才拍到被狗练锁脯子的女子 她住在一个破屋中 没有穿袭头发凌乱 面侠趋黑 馒头随手扔在土炕上 视频发布后 有网友怀疑女子是否被拐卖致死 随后舆论逐渐发酵 1月28号 江苏丰县县委宣传部对外公布 女子为杨某侠本地人 1998年8月 与董志明领证结婚 不存在拐卖行为 还说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 患有精神疾病 所以用狗恋锁脯 1月30号 封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第二份公报表示 杨某侠不是本地人 他在流浪乞讨时 被董家收留 后来与董志明登记结婚 同时说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 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2月7号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公布第三份公报 杨某侠其实是云南人 原名小花梅 小花梅1994年驾至云南省宝山市 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古村 当时已经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 同村女子桑某某将小花梅带到江苏治病 桑某某说 小花梅后来走失了 2月10号 徐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微信公号徐州发布 发布第四份公报 近日 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 光某英与蒲某马 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 结果为蒲某马与杨某侠 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 结合调查走访 组织辩认认定杨某侠 即是小花梅 董某民 涉嫌非法拘禁罪 桑某妞 石某中 涉嫌拐卖妇女罪 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月17号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封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 进行全面调查 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延长 对有关责任人员 严肃追责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对此 有网友发微博称赞道 向深圳卫视致敬 今天中午 深圳卫视正午30分节目 播出了铁链女事件 从事发到成立调查组 进行了完整性梳理 时长三分二十秒 这是除央视的那次所谓报道外 第一家正式的完整电视报道 真不容易不愧是改开窗口 电视是深圳 纸媒则是财星 在严密的空气里 透出一丝光亮 但是有网友反驳留言 沉默这么多天 装聋作哑 现在才出头 无非是做做样子 这些媒体真的会为民众仗义直言吗 还有网友说 无所谓光亮不光亮 没有万千网友的关注和问责 什么也没有 雪中送探全无 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留言称 别怪媒体 他们脖子上也有一条铁链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铁链媒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是不能怨媒体 应该问问卫毛 所有媒体都不敢说话 为什么 他们怕什么 为什么怕 我们和千万网友都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媒体 在这个事件中像死了一样 很简单 墙内媒体都听党的话 都听领袖的话 只不过 有的是自觉的 如党媒 官媒 有的则是被逼的 不听 你可以试试看 另外 微博认证为 媒体人和导演的王胜强 发了一段据称是来自丰县本地村民 关于巴海母亲和李莹的关系 我们来听 谁不是这样 就那个巴海子 那个男的那个女的 那个男的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从43岁 那个女的居然卖到 那个 童三 童三 你知道吧 童三 许多童三 15岁 他把他买过来 他弟弟应该 他里脚又在车 看到了吧 我们看不见了 弟弟的两个 就 有他这个 或者有个链 对对对 就他 知道吧 有网友指这个录音 是两位去封县的网友 采访当地村民的录音 有网友发文 提醒大家 这是两位探访 封县村民的视频 变声处理的 并不是博主王盛强的 网友继续写道 这个视频是两位女侠 探访封县村民所录的视频 为保护介绍 巴海女情况的村民 免于被报复 做了变声处理 根据墙内百科显示 王盛强 1983年出生 是江苏封县人 电脑美术专家 杂文作家 社会评论家 80后一代人中 最具实力的青年学者 网络著名图说 王盛强到的制作人 早期从事美术 动画与影视特技研究工作 17岁开始出版著作 在国内计算机图形图像 与电影特技领域出版著作多部 他之前在微博多次发文称 村民说徐州巴海母亲就是李莹 得到网友大量关注 但后来碍于压力 删除了全部相关微博 他最近发文称 没有跟谁作对的意思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升官发财 我也不知道 我就动了动自己薄薄的茶意 外面刮起了12级的龙卷风 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太可怜了 尤其将她的照片和李莹的照片 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 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如果是咱自己的姐姐妹妹或者闺女 动刀子杀人的心都有了吧 江苏宣布成立调查组后 他把微博 铁链女和李莹母亲DNE比对 要在异地做最好到北京做 不要在江苏 那里有一条关系链 啥假都能造出来 别忘记前面的身份造假 结婚证造假 通告造假 联合自媒体造假 当地单位上班的 政府下令都变成网评员了 想想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最近他继续呼吁江苏同意李莹叔叔 做DNE比对的要求 他写道 李莹叔叔好几次要做DNE比对 江苏都没同意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父亲去世了 叔叔跟亲爹一样 能不能在多方监督的场合下 让铁链女和李莹叔叔 做DNE的比对 或者多个机构来做 毕竟你们懂 对于王胜强的呼吁 有网友留言 不知道这个江苏调查组 会不会真的秉公执法 我女儿13岁 这样的遭遇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身上 真的是杀人的心都有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疫情的时候 医护人员 各方力量 瞬间到位 那是多么暖啊 中央的力量在哪里 这几日微博不断用冬奥会的信息置顶 可你们封得住人心吗 删了这条贴还有小号贴 如何才能获得明星 是跟网友作对吗 是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 该办的办 不要妄图网友会自动删除记忆 不要以为我们是好糊弄的 还有网友说 强烈要求铁链女子 先和李莹家人见一面同时再做DNA 有网友留言 成立个狗屁调查组 今天一大堆水军狗出现 追着要求追查真相的网友咬 既然李莹的亲人提出申请 提出疑问 为什么不能满足别人的要求 重验DNA呢 他们在害怕什么 为什么不去采访这名女子 让她自己说 她是谁 我瞧她清醒得很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到现在了 甚至没有一个让她对着镜头说话的采访 她精神过或许出现了问题 但我相信她一定能够表达 她肯定还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还有网友说 从视频看她的精神病似乎不是很严重 说不定还有一些认知能力 如果能接受采访 让她感到温暖 感到这个世界并没有不要她 几千万的网友在想办法声援救她 说不定受过教育的她 还能记得自己是谁 说不出可以写出来啊 太可怜了 有网友留言 照片的相似只是软件算法问题 而且觉得单靠网友大海撈针 把人找出来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但是最不能忽视 也是最重要的是 即使锁住的对象不是李盈 也不影响锁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更不影响真相的层层的掩盖 更让人感到难过的应该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千千万万个李盈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么一个大案子 人民舆论甚嚣尘尘上却只想无嘴 怎么也搞不懂在一个新时代 还有网友说 为什么中央不能直接派调查组啊 一定要让江苏自查 这不是就给他们机会 其给他们机会跑吗 有网友留言 不管是不是李盈 我们都在乎他经历的非人遭遇 我们都希望彻查人口管外链条 我们都希望与孩子不面对这样的命运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从年前一直关注到现在 每天大量看更新信息 其实有个话我一直想说 但是又不敢 怕被人揪着字眼不放打成反派 但是我确实不理解李盈妈妈的做法 现在呼声这么高 正是是李盈离家最近最容易的时候 我不明白李盈妈妈 为什么相对安静的样子 如果是我 我不管他们做了几次DNA 无论如何都冲到封县看一眼 另外 前墙内调查记者邓飞 也在一直关注这个事件 最近 他发微博称一个来自封县的网友 发私信给他 我们来看 您好 很冒昧打扰您 希望您能看到我的消息 我是徐州沛县人 老家就在董基附近 过年在家期间几次路过董基附近 三至五公里左右 都遇到以防疫为由在路口设卡的警察或者村委 过往车样都要登记姓名 车牌号 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董基村子更是封死了 不让外人进去 我关注这件事情很久了 但是一直不抱有希望 因为我了解当地政府的处事方式 不知道这次省调查组 会不会彻底改变一些事情 私信您我是想说 在距离那里五公里左右的地方 还有些被困的年轻女子 也是被从别处带来 关在家里 与外界隔绝 即使外界天翻地覆 他们也不知道 虽然没有像铁链女一样的悲惨 但境地也不好 这些女孩可能是被家人嫁过来的 具体过程如何 我还需要继续查证 但是我想说的是 铁链女她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符号 代表了一类人 她们身心都被困住了 这是她们离被救距离最近的一次 真的非常希望调查组 能够在调查铁链女案的时候 也能查一查这由来已久的拐卖历史 最后能够施以统计 拯救被困女子的同时 也能够改变后代人的思想 拯救未来一些女子的命运 关于网友透露 封现更多被拐卖的妇女 有网友留言 邓飞的微博 我相信江苏省调查组是看到的 不过也希望江苏省调查组 公布一下违法信息举报电话和邮箱 方便知情人士举报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如果调查组只是查了小花梅艺人 没有彻查其他被管女子 那就是纯纯在对付舆论 而非什么为人民服务 是什么结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网友说铁链女士多到什么程度 她们才会熟视无睹到现在这种地步 有网友留言 咱就说这才是正常徐州人应该有的态度 有些徐州人还在喜 说稀不太穷了 管卖过来的女性 是在徐州平和的结婚生子 还乐不思蜀了 真他妈的晦气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就是说封现的八海女绝对不是个例 还有网友说 这是他们离被酒距离最近的一次 真的非常希望调查组 能够在调查铁链女一样的时候 也能查一查这由来已久的拐卖历史 最后能够施以痛击 拯救被困女子的同时 也能够改变后代人的思想 拯救未来一些女子的命运 同汉 有网友留言 按道理说 成立调查组 一般都会公布举报邮箱和电话的 但是 今天什么都没有 这次调查可能仅仅是针对八海妈妈这一个案子 就没有准备铺开来查吧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所有独职的都要被撤职追责 拿着纳税人的钱养着多少强奸犯 那些强奸犯自己不工作 只会强迫买来的女人多生孩子 坐家里等着拿纳税人的钱 荒唐至极 还有网友说 过被女那么明显的视频 都发到网上了也没见徐州立案 有网友留言 如果这次再不彻查 他们的一辈子就毁在徐州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别说什么历史原因经济背景民俗恶事 犯罪就是犯罪 拐的人有罪 买的人有罪 买后施暴虐待的罪上加罪 伪造证明提供庇护散的官员罪加一等 铁链女们该解救的解救 该看病的看病 钱哪里出 互联经费了解一下 再说一遍 不仅仅是封县 不仅仅是徐州 还有网友说 我们不能散 解救的不仅仅是铁链女 还有更多的失踪的需要解救 要求全国彻查到每一个角落 像对待新冠一样 不能有漏网的 这是一个契机 拐卖人口买卖同罪 无论男同女同 有网友留言 过往车辆都要登记姓名 车牌号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我只在抗日神剧里见过这架实样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昨天看到一个75岁的老头 还锁着一个年轻姑娘 同样封了眉牙 生了俩儿子 越穷越繁殖 就像董某 不会考虑孩子养成什么样 只想着将来能给他挣钱 还有网友说 事情越来越令人震惊 徐州你还洗得白吗 光天化日下的奴隶制 令人发指 这是反人类罪 说好封献故事 让世界了解徐州 每天打卡关注 这是人类的耻辱 关注就是力量 抵制徐州 有网友留言 重点不只是一个铁链女 还有背后无数个铁链女 以及给这些无辜铁链女们 套上枷锁的人贩子 买家 基层 政府助充等所有的恶人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次真的应该就是距离在徐州 在封县很多被困女子 解救最近的一次了 吃瓜群众们已经获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但此时绝对不能骄傲自满 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赢取最终的胜利 把他们都解救出来 还有网友说 这个世界原来这么黑暗 传说住暗网里面那些被折磨被拐卖的女性 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甚至已经知道 事实都无能为力 有网友留言 我会持续关注 江苏省处理不好 那就继续每天热度 继续网上 自从出了这事 每天忙完私事家是个人事 就来关注 只要处理不好 我绝不散 哪怕是萤火之力 因为这绝对是这类女子脱离这种生活最近的一次 因要处理不好 你我他都有被一棒成为他们的可能 都会是精神病疯子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看的人毛骨悚然 头发丝都竖起来了 这次省政府彻查 能把他们也解救到阳光下吗 还有网友说 我相信被拐卖的女性大多数是心智正常的人 即使一些有精神疾病 也是后来被虐待的结果 因为从买人者传宗接代的的角度来讲 除非万不得已不会买一个疯掉的女人回家 精神疾病会遗传 所以一个地方存在大规模的人口买卖现象 可以肯定这地方买回来的女子 大多数是正常女子 有网友留言 可以肯定的说 即便是省上的调查组 如果调查范围局限于铁链女的话 无论查的有多详细多彻底 最后都肯定依然平息不了舆论 绝对平息不了 事情已经变了 目前根本不是铁链女一个人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事已经足够达到专项治理的级别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各位网友 央视报道说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调查巴海女事件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公开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 办公地点 希望持续关注 真相一定要大白于天下 还有网友说 这种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村有个女孩之前就是外地被拐走困在不知道哪里 家人联系不上两年左右 自己逃回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生孩子 希望这次彻查清楚 把被困的女孩全部解救出来 有网友留言 铁链女不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群体 他们都认为是这个世界不要他们了 可是 他们其实是被某些人 某些利益集团人为的从这个世界隔绝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巴海妈是主角 她能说话 调查组最好耐心倾听她说话 从中找出线索 她能说这个世界不要矮了 说明她有认知 她活生生地就在面前 理睬她的风言风语 如是方言 仔细辨别翻译 不要忽视主角 还有网友说 这次事件如果没有更高层的强力都办 将会不了了之 若真的不了了之 将会出现很大范围的信任危机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